Apple發佈會就舉行了 預期之內就沒有iPhone 12 而出了什麼產品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不如分享和整理一下 目前有什麼想法和分析 現在就花了很多蝙蝠去介紹VO2 Max血氧感測器和App 15秒之內就可以完成測量血液的血氧飽和度 Retina Display亮度就是上一代的2.5倍 Series 6的晶片就是iPhone 11 A13的保安的Cube做基礎 運行速度提升20% 不用過半小時就可以充電 類金屬的標殼 新色就有藍色和Product Red 不鏽鋼款式就有金色 不過似乎今次便宜版SE就搶眼過S6 SE就賣2199元起 我就覺得它用來取代落價的S5 因為它用了S5的機身設計和晶片 但就有S6的加速感應器 陀螺儀和常體高度計 亦都支援Fore Detection和睡眠追蹤 還有自動洗手偵測和全身體能訓練等等 而它的定價比當時S5的3199元起便宜1000元 當然都會有些東西閹割了 例如是沒有Always On Display和ECG的芯片圖功能 當時發佈會在講完Family Setup之後 就緊接著介紹它出場 亦都提了好多次它很適合老人家和小孩去用 其實我們以前都可以用iPhone的尋找 去locate我們的裝置 以及加入成員 你便可以track回理想track的人 現在透過Apple Watch SE Family Setup這個功能 連iPhone都不用買 買隻標就知道對方行蹤 相信都會忌受爸爸媽媽的歡迎 而Apple都講到明是靠它開拓新客員 不過以目前的資料 Apple Watch暫時未支援到小童 同學生伯特通 不知道之後會不會有更新可以支援到 另外要留意的是 如果你真的要買給大朋友或小朋友 買GPS和流動網絡版 才可以做到正確定位 就會貴點 $2599元起 還未計算要允許SIM卡的成本 不過我最想問的就是 其實可能未散貨 它發佈會都有兩隻新標放在一起 雖然S3便宜過SE$700 只是$1499再起 但S3因為支援不到Family Setup 又只有S3精影片 Retina Display又細一截 一比之下S3便上很多 而在規格配備上 似乎只支援Fitness用途 除了Apple Watch之外 還有新iPad等大家 首先有第8代iPad 及第4代iPad Air 第8代入門iPad 大致上都沒有驚喜 設計同以往一樣 內建了A12四核心處理器 運算速度比過往快了46% 而圖像處理表現亦提升最多兩倍 支援Machine Learning 還有配備10.2吋的Retina螢幕 800萬像素單主鏡頭 Facetime HD前鏡頭 有4G LTE版本 支援10小時連續使用時間 預載了最新iPadOS 14的作業系統 不過因為Homescure的關係 要一人一機留在家上課做功課 相信都會有很多捧場客 而第4代iPad Air吸引很多 這部機一退出 已經有人說是iPad Pro的矛盾大對決 顏色有太空灰 顏色 玫瑰金 綠色和天藍色五隻色 新色比較Styler去迎合不同人口味 不過我就覺得少了份專業 機身改成和iPad Pro一樣都是專型設計 改成一樣用USB-C插槽 你要過夜搏夜的時候就更加之方便 而我覺得今次最正的就是Touch ID回來 還要放在機頂 你就可以有全螢幕又可以方便解鎖 螢幕就有10.9吋2360x1640 同iPad Pro的11吋只差0.1吋 但螢幕面板方面 iPad Air就用了Liquid Retina 有P3 Sigrid 和True Tone 不過就沒有Promotion的更生頻率 自動適應技術 鏡頭也只有一個 沒有iPad Pro那麼多玩法 容量最高都是256GB 所以新iPad Air最令人掙扎的地方 應該就是它有iPad Pro的外貌 再加上有最新的A14版的Chip 正考慮入手iPad Pro 11吋的朋友 其實都真是幾難選 不過如果大家想入手流動網絡版 我就建議大家停一停想一想 因為iPad Air只是支援LTE 大家買一部新iPad都預料起碼用幾年 LTE似乎有落後了少少 不急著換相機的話 不如看看下一代iPad Pro會否支援5G 你們對Apple新一代的產品有甚麼想法呢 快點留言告訴我們 未來我們會幫他們做詳盡評測 所以記得訂閱我們Price YouTube Channel 再按旁邊的鐘 那就一定不會忘記我們的新片